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与现场节目 今天的新闻概述首先是 习近平御用记者霍小光 被任命为新华通讯社副社长 霍小光是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生 曾担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等职务 他一直以来认为 做一名好记者不能只是记录还要思考 他强调了媒体的责任和使命 接下来无锡被任命为中国大陆国台办副主任 他是国台办守卫女副主任 最后WhatsApp在凌晨出现故障 影响了全球数以千计的用户 用户无法连接到WhatsApp发送或接收信息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来关注 艾利森教授公开与习近平的问答对话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前院长 62岁的格雷厄姆艾利森在上月底 对北京进行的为期九天的访问中 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3月27日 艾利森和一群美国企业高管会见了习近平 在此前一天的3月26日 艾利森还与王毅进行了一对一的会谈 就在艾利森此行的一周后 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通了电话 这是自2023年11月 习近平在旧金山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期间 会见拜登以来两国领导人之间的首次通话 但艾利森周二在接受哈佛克里姆森报采访时表示 他是以个人身份访问北京并与两位中国领导人会面的 此行并不代表美国政府 尽管艾利森说他与拜登和习近平之间的通话无关 但他对他们的谈话表示欢迎 认为这是在旧金山会晤后的一项重要进展 他们同意保持联系 艾利森的助手在一份声明中写道 与王的会面的主要目的是讨论摆脱修西底德陷阱的途径 修西底德陷阱是艾利森创造的一个术语 用来描述当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开始威胁一个执政大国时 政治紧张局势的升级 他在《注定战争》一书中探讨了 当中国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全球超级大国时 北京和华盛顿如何避免战争 艾利森以史为鉴 解释了为什么他认为中美两国正在走向战争 格雷厄姆说 对崛起的大国威胁到执政大国统治的类似情况的分析表明 最常见的结果就是战争 艾利森说 如果我们满足于一切造就或外交造就或国术造就 那么我们就应该期待历史造就 而历史的常态将是一场灾难性的战争 不过 艾利森坚持认为 战争并非不可避免 艾利森补充说 我一直希望我们能找到逃离休息底德陷阱的方法 尽管艾利森对中美两国避免战争持乐观态度 但他指出两国仍然是竞争对手 艾利森说 他们知道我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认真开展合作 但同时也在几乎所有方面激烈竞争 但艾利森说 周二的通话是一个重要的迹象 表明习近平和拜登之间令人不舒服的关系 今天比去年这个时候要好 来关注 习近平御用记者或提拔 4月3日 人社部网站发布国务院任免工作人员名单 其中 任命霍小光为新华通讯社副社长 公开资料显示 霍小光199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 同年进入新华社 高级记者 2015年10月 被授予新华社十家记者称号 霍小光此前曾担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兼中央新闻采访中心正文采访室主任 新华社国内部主任等职务 中国报业微信公众号2020年11月曾刊文新华社霍小光 作为一名好记者 不能止于记录 还要始终思考介绍 2015年9月3日 霍小光在完成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继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的报道后 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里 转发了新华社关于纪念大会的消息通稿 并写了一段心得 直播时代 独徒时代 新媒体时代 这样一篇拖着1600字 出席名单大尾巴的新闻通稿 很难再引起人们的兴趣 很多客户端 公众号里 连个人民的影子也找不到 不过 今年之后 要查找当年这场纪念大会 最权威准确的记录 肯定绕不过它 霍小光始终认为 传播并不等于传世 但传世一定要传播 只是不以点击量作为评判标准 而是要用时间去检验 文章介绍 对得起岗位 不辜负时代 这是霍小光写给自己的座右铭 作为中央级媒体的时政新闻记者 霍小光在京风雨 见识面中 始终紧记要保持一颗平常心 他说 你所有的经历 你的每一篇作品 可以融入你的生命 可以成就一份辉煌 但最终都只是时代乐章的一个音符 永远不值得炫耀 霍小光认为 作为一名好记者 不能止于记录 还要始终思考 记者 顾名思义 就是记录的人 不错 这是新闻记者的基本职能 但如果仅仅如此 那倒真的可以被写稿机器人取代了 要想成为一名好记者 必须时刻不停地思考 还要追求理论的深度 这两年 霍小光在认真完成好每一场活动采访 写稿任务的基础上 有意识地用新闻的视角梳理提炼 观察分析一些 与党中央治国理政紧密相关的重大理论问题 自己在不断地积累过程中 体会到了思考的快乐 而他也希望能将这种快乐 带给更多的记者同行 让同仁们在工作中有此受益 来关注 吴喜出任中国大陆国台办副主任 中国大陆官方任命 大陆外交部领事司司长吴喜 出任国台办副主任 据中国大陆人社部官网 星期三4月3日消息 大陆国务院任命吴喜 为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 据悉 吴喜是国台办首位女副主任 中国国务院还任命徐畅 为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 任命霍小光为新华通讯社副社长 免去赵斌的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职务 台湾中时新闻网上星期六 3月30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吴喜当时已到国台办报道 公开资料显示 吴喜是浙江宁波人 大学毕业于外交学院 自1990年进入中国外交部工作后 曾在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 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等工作 吴喜在2011年任外交部 北美大洋洲司副司长 2013年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公使 副馆长 2018年任中国驻新西兰 兼库克群岛和纽埃特命全权大使 2021年11月任满回国后 接任外交部领事司司长 大陆国台办副主任原有三人 即陈元峰 潘贤长和邱开明 陈元峰在3月27日被免职 是继去年3月龙明彪之后 另一名卸任的国台办副主任 两人卸任时都已年满60岁 按惯例副部级官员的退休年龄为60岁 来关注 WhatsApp凌晨已全球多国死机 香港时间周四 四日凌晨22时左右 全球数以千的用户 不论手机及网页版 均未能连接上 在网页版WhatsApp通讯程式页面 一度显示无法提供此服务 连接至WhatsApp时发生问题 请在几分钟后再试 而手机版WhatsApp应用程式 则显示连线中 用户位能接收或发送讯息 至凌晨2035分左右 有部分用户能够连上WhatsApp 网络服务监测工具 DownDetector显示 全球近50个国家 超过6万名用户报告问题 用户分别来自波兰 瑞士 荷兰 加拿大等国家 约一个前约 3月5日深夜 Meta亦发生全球死机情况 旗下三大社交平台 FB IG FREDS 全球出现故障 包括本港用户在内 全部被自动强制登出 用户无法使用 来关注 江西提灯定损后续 近日 江西省上饶市一租客发视频称 租房不满一个月 退租时遭遇房东拿探照灯逐寸检查 并贴上黄色标志 索赔10884.95元 该事件也被称为提灯定损 引发网友热议 近日 江西玉山县宾夕街道租房纠纷 引发社会关注 玉山县委 县政府成立了由公安 住建 城管 街道办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 县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 关于砖块杂人和房东讹人问题 经调查 2024年3月22日晚 郭某林存在拿砖块砸向陈某的行为 以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构成故意伤害 公安机关依法对其做出行政拘留并处罚款 郭某林在出租自建房过程中 与陈某因日常琐事 物品受损等问题多次发生纠纷 并列出万元赔偿清单 存在检查方式有备偿理 赔偿要求不合理等问题 经教育 郭某林现已退还赔偿金 二 关于涉事房屋是否违建问题 2016年11月 郭某林因城中村拆迁 被安置在玉山县东城安置区 于2017年8月建成五层半房屋 经核查确认 涉事房屋存在违建情形 相关部门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置 对履职不到位的工作人员将严肃追责问责 三 关于网民反映的其他问题 经核实 承接郭某林房屋地砖 房门 玻璃项目施工人员的相关费用 此前均已结清 防水项目施工人员曾因工程质量 款项结算等问题与郭某林发生纠纷 现已化解 郭某林夫妻均为自由职业者 育有一子一女 现在校读书 尚未参加工作 网传儿子遭退婚女儿 是村妇女主任女儿被开除 以及木工和挖机师傅赔钱做事 装玻璃老板 盗赔12万等信息军署谣言 公安机关已对炮制谣言 进行吸粉引流 非法牟利等行为的违法人员 依法依规予以查处 来关注 佛州住家屋顶 一遭太空垃圾砸穿 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表示 正在分析一个 从高空坠落到美国佛罗里达州 一名男子家中的不明物体 这个物体很有可能是从国际太空站 ISS丢弃的一块碎片 法新社报道 佛罗里达州纳布勒斯居民奥地罗 在社群媒体X发文说 3月8日下午 这个物体砸破屋顶 穿过他家的两层楼 还差点砸到他的儿子 他认为 这是NASA地面控制团队 2021年 从国际太空站 丢弃一个鞋带 就电池的货物托盘的一部分 根据官方预测 这个物体本应于3月8日 在地球大气层燃烧殆尽 不会构成任何伤害 奥地罗还释出一段 由NASA摄影机拍下的影片 他说 在下午2034分 可以听见他砸穿屋顶的声音 天文物理学家麦道威 在回应中写道 所以这相当于 协调世界时19时34分 与美国太空军对齐将在 UTC19时29分 与墨西哥湾上空 重返大气层的估计相当一致 我认为你可能是对的 这与EP9电池托盘 重新进入大气层有关 地方新闻媒体 Winknews.com 于3月15日 首次报道这个消息 NASA今天 在给法新社的声明中表示 NASA与屋主合作 搜集了一个物体 将尽快在佛罗里达州的 肯尼迪太空中心进行分析 以确定其来源 分析完成后 会提供更多资讯 来关注 胡锡进瑞评习拜新通话 美方主动提议的 对中美关系悲观的人很多 关于两国冲突和对抗的分析 可谓汗牛冲动 所以这几年给中美关系 贡献最大正能量的应该说 就是两国元首见面和通电话了 两国元首接触 可以说已是稳定两国关系 以及相关信心的关键支撑 昨天的中美元首通话就是这样 它可以说 巩固了这样的战略判断 两国关系过去一段时间 实现了一定的稳定 虽然严重分歧犹在 但是双方都希望 中美关系实现某种起稳回升 至少能过得去 双方都希望防止不断下坠的螺旋 这次通话中 双方确认美国财长耶伦 和国务卿布林肯将于近期访华 除了两国元首之间的深度沟通 这次通话 还像是给两国今年高层互访 搞了一次开幕式 通话和接下来的访问 都会带来一些积极的情绪 这次通电话 又是美方主动提议的 美方是中美关系的攻击方 2018年全面贸易战 和随后科技战启动 美国都是挑起方 中国是应对方 但是现在使劲喊负责任的 管理好中美竞争 不让它演变成冲突的也是美方 而且华盛顿对高层互访很积极 这说明 美方涉于中国巨大的体量和力量 对于美中走向战略对撞 是有所触头的 拜登这次重申了四不一无意 即美方不寻求进行新冷战 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 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 反对中国 不支持台独 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 虽然美方经常在行动中不履行承诺 但是它知道 在这些中方最坚持的问题上 是不能与中国撕破脸的 我前面说了 究竟怎么与中国这个 既是何大国 又是超级经济体的 头号战略竞争对手打交道 华盛顿并不清楚 但当他们要向国内和西方 反复表达不能把竞争 搞成对抗的时候 说明他们有意愿 在不断施压时避免 与中国走向全面战略敌对和冲突 换句话说 他们不想把中国 搞成公开和真正的敌人 对中国来说 我们也没有与美国 开展这种复杂互动的经验 当我们仍有战略主动空间的时候 稳健无疑是最重要原则之一 我们大概需要尽最大能力 把控中美互动的方向 将它朝着有利于中国继续发展 和不进一步恶化 中国战略大环境的方向引导 我们要调动自己的全部智慧 展现战略达观和耐力 把华盛顿的那些犹豫点 朝着积极方向推 我们大概需要更加自信 我们是有资源和能力 实现这种主动性的 说实话 中美很难用传统意义的 敌我来定义 两国相互究竟是谁 是什么 取决于一系列各自摸索和互动的结果 总之 我们要朝着积极方向 塑造中美关系 这与我们在一些具体问题上 敢于对美尖锐斗争不矛盾 以斗争求共存 这本身就是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要义之一 我们要有底线思维 但朝着积极方向努力 永远都是必要的 国家在这样做 我们民间需要跟上 来关注 大陆游客亲历地震 台湾人说别慌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 4月3日七十五十八分 在台湾花莲县海域北纬23.81度 东京121.74度 发生7.3级地震 震源深度12千米 据海峡岛报消息 台消防署截至下午2点统计 目前全台已累计7死711伤77人受困 受困的77人全集中在花莲县 4月到台湾旅游的重庆游客袁女士 刚好在花莲县亲历了本次地震 今天4月3日上午8点47分 她忍不住发朋友圈感叹 花莲突遇7.5级 中国地震台网报为7.3级 大地震 东西直接飞开 一把把女儿从床上薅到床下 床又移走 4月3日下午三十许 上游新闻记者联系到袁女士 她正驾车从当地的9号公路离开花莲 现在唯一能安全出花莲的就是9号公路 先离开镇中 再看今晚住哪儿 袁女士说 回忆起今天上午在花莲经历的地震 袁女士坦言 现在想起来都还有点后怕 昨晚到花莲就睡觉了 我们住的是有两个大床的房间 没想到早上8点左右就开始抖 开始我们以为花莲本身就在地震带 抖一抖也无所谓 没想到过了20秒 抖动幅度越来越大 我们住的三楼 但是震感很明显 我就按照之前学的防震经验 把娃娃抱到床下 没想到地震把床直接移开了 第一波地震结束后 袁女士打开酒店房门 发现很多同楼的客人都走出了房间 过道上方有水管裂开了 酒店工作人员曾向袁女士解释 是伸缩缝挤压导致水管爆裂 让过道变成了水帘洞 于是大家赶紧从楼梯逃生 逃生过程中 袁女士得到了台湾同胞的帮助 据她回忆 我们房间对面刚好住的是台湾当地人 他们躲避地震经验丰富 还热情地跟我们说 不要慌 先把证件拿齐在下楼 逃生过程中 袁女士得到了台湾同胞的帮助 据她回忆 我们房间对面刚好住的是台湾当地人 他们躲避地震经验丰富 还热情地跟我们说 不要慌 先把证件拿齐在下楼 余震结束之后 酒店工作人员在露天停车场 发放了饮水和食物 袁女士表示 大家都守秩序 酒店发的水 大家都没有哄抢 第一次在停车场吃野餐 真的是一次特殊的记忆 来关注 南京一考研生总成绩专业排名第一被刷 曾被抱在宿舍虐杀猫 校方回应 4月2日 江苏南京 网传一报考南京大学物理学院研究生学位的男子 以专业课排名第一的成绩被刷 原因疑似是其思想品德考核不过关 在此之前 有多名网友在网络平台发帖 向学校反映 该名学生存在严重素质问题 曾在学校宿舍录视频虐杀猫 还加入过一个以虐猫为乐的网络团伙 4月3日 萧香晨报记者从南京大学相关部门了解到 网传信息部分为真 接受采访的工作人员称 学校官网已经公示他考核不过的原因 上面写得很清楚 考研有出事有复事 学校会综合考量 随后记者追问 是否考量了虐猫事件 工作人员回应 这些行为都有可能会影响 4月3日下午 萧香晨报记者 从南京大学物理学院公示的信息看到 该男子出复事总成绩相加为506.78分 在本次考试中 位于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专业第一名 学校在齐名后备注复事不合格 此前于3月24日 南京大学物理学院在官网上传了一份 2024年硕士研究生复事录取工作细则 其中特别指出 根据教育部相关规定 学校将在复事的同时 组织对考生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 进行调查考核 对于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另据新黄河3月4日报道 该名考生本科就读于 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不久前深设一起虐猫事件 他在学校宿舍虐杀猫 还录制视频上传到网络 一段流出的画面显示 他将一只奶牛猫放入水桶 然后用脚踩他猫头 当时 南京市公安局就此事件回应称 公安机关已迅速开展调查工作 已对徐某某 该名同学及家人进行约谈 徐某某已认识到错误 并写下悔过书 承诺不再有类似情况发生 来关注 试探小米车厂 现日产能不足300辆 小米SU7上市后 小米汽车工厂也开始进入忙碌的生产节奏中 日前 每日经济新闻 记者走进位于北京京开区的小米汽车生产园区 入目可见的是广场内整齐停放的一排排小米SU7 这只是一部分带交付的新车 工厂内还停放了不少 4月2日 一位小米汽车工厂工作人员 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 每天都有交运车把SU7新车运往全国各地 为4月3日的正式交付做准备 4月3日上午 小米SU7首批交付仪式 在小米汽车工厂总装车间举行 同时在全国28城交付中心 同步开启首批交付 从今天开始 小米正式成为一家车厂 大家是不是应该叫我雷厂长了 当日 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在其个人微博上发文称 根据雷军微博发布的视频 他亲自为车主打开车门 随后 雷军给小米车主开车门 等话题登上热搜 官方数据显示 小米SU7开售5天时间 下大订5000元用户达到10万人 所单量已经超4万单 现在下单 小米SU7标配版 和Pro版车型交付周期 在20周左右 但Max高配版车型交付周期 预计比其他两个版本车型 多两周 小米汽车超级工厂店销售人员 向记者介绍称 一位当日拜访小米汽车工厂的 供应商告诉记者 其所在公司 近期收到了小米汽车 要求提升配件产能的邮件 小米汽车将原计划 月产7000辆左右的目标 提升到了月产1.2万辆左右 不过 上述小米汽车供应商坦言 尽管供应商都能供应小米汽车 所需配件 但小米汽车自身产能 短时间内还难以达到这一目标 来关注 金价猛涨 女子卖了60多万元股票 全换成金条 近期黄金价格不断上涨 4月3日 国际金价再创新高 现货黄金价格最高达到 每盎司2288美元 再创历史新高 纽约商品期货交易所的黄金期货合约 突破2300美元每盎司 也是历史上首次 从年初开盘 每盎司2062美元到现在 现货黄金价格涨幅达到了11% 国内投资金价也达到了540元每克 涨幅将近12% 受国际金价影响 国内黄金零售价格也有所上调 足金首市价格去年年底还在每克600元左右徘徊 如今部分金店零售金价已经一举突破700元大关 据周大福官网 足金饰品零售金价突破700元克为703元克 投资黄金类631元克 黄金回收价517元克 另据周生生官网3日 足金饰品价格达到704元克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魏女士陆续买入金条 我是450元克开始买的 最贵的时候502元克 拉平的话买入均价在480元克左右 现在基础金价已经快540元克了 这波倒是赚了 魏女士告诉记者 去年下半年开始 她陆续把股票账户里的钱拿出来买金条 主要是股票不太好操作 这几年套牢也多 总的来说是输多赢少 我就想着还是买黄金做长期投资吧 魏女士说 到目前为止 总共已把证券账户里的60多万元 换成了金条 我基本都是买银行的实物金条 农行 中行 建行都买过 金条克重以50克 100克为主 随着金价越涨越高 魏女士还将早两年 在银行买的十多万元积存金 全部卖出 变现之后 陆续买了银行实物金条 为何这番操作 我是觉得 金价飙涨之后 还是实物金条拿在手里最安心 魏女士说 现在市面上已经有不少金电跑路之类的新闻了 只有自己掌握着 才最放心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